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位很紅的小粉紅 在推特上發文指出 中國窮困數一數二的省份 貴州省都比台灣台北來的發達 還放出了所謂台北與貴州省 省會的貴陽來做對比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這兩張圖的視角是不太一樣的 而他的這個貼文還有72萬的觀看次數 那我們今天就依據這個數據 一一打點他 首先貴陽的人口是469萬 8043平方公里 那台北的人口是264.6萬 面積大小約271.8平方公里 怎麼看人口密度都是台北人對吧 即便我們拿新北來看 新北的面積也才2053平方公里 將近四分之一的貴陽大小而已 人口是401萬左右 那這麼來看還是新北的人口密集度比貴陽高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貴陽市的人均 是11755美金 那台北的人均是49602美金 即便我們拿新北市來看 新北市的人均也有29522美金 所以確定還要比嗎 那我們放大到整個貴州省 我們就拿中共自己做的數據來看 我們就不拿台灣自己的數據了 不要讓你了還輸喔 2022年根據中國的統計 台灣人均是32449美金 那貴州的人均是7783美金 你確定還要比嗎 你也知道全中國的人均 起碼還有12000 13000左右耶 你連這個都贏不了 你反而哪一個更慘的7783美金 你是在給境外師傅遞刀子嗎 先說啊 以上講的這些 我完全沒有帶著貶低貴州人的心態 這個能不能發展多數 是取決於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政策 我覺得跟人民沒有太大的關係 所以我不會帶著那種心態說 你看貴州人好窮喔 你看這個數據這樣好窮 沒有完全沒有這種心態 只是啊我依據這個小粉紅貼出來的 去打臉他而已 那我看了一下 貴州最高的樓是70幾層樓啊 400多公尺 那台北101啊500多公尺 即便今天貴州給你蓋一棟 800公尺或是8000公尺的高樓 請問那棟是你小粉紅的嗎 跟你有關係嗎 你租得起嗎 那為什麼你們的人均這麼低呢 你們要思考一點 為什麼你們的人均這麼低 但還是要蓋一堆高樓大廈 你們真的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嗎 是不是就是要去衝你們的GDP 去衝你們的人均 如果連這些大樓都沒有了 我估計貴州搞基建的這個人均 應該要再下降一兩天 因為這不是實際的啊 你樓蓋在那邊 你出租率跟企業成租率不完整 或是你蓋在那邊都爛尾 它實際沒有任何促進經濟成長 或是讓人民賺到錢的這個功用在對吧 那杜拜這個 因為他家有油礦啊 所以他蓋著這個最高的大樓 這個另當別論 那我們就看看歐洲啦 什麼羅馬 米蘭 巴黎 維也納 慕尼黑 柏林 瑞士的首都 全都沒有像 什麼上海啊 東京啊 亞洲這種龐大的高樓大廈群 但為什麼人家發展還是很棒 人均很猛 社會福利相較 亞洲國家來說更玩三仙呢 難怪啊 小粉紅跑到歐洲也是天天在笑人家 房子都破破爛爛的喔 又矮啊 最高的那個教堂啊 也才五樓八樓而已啊 你們最高那個新城區市中心高樓到現在多高啊 三四十層樓而已喔 哇 太破了吧 這種言論我們常常在網路上看到很多 而貴州在二零二零年啊就多是宣布面臨破產 在二零二零年啊 貴州近上繳中央的稅收啊 是付一千九百零五億人民幣 沒有錯是付的 也就是他要靠中央給你錢 你看連中央幫忙了 你自己省份的稅收還是付的呢 是什麼原因 因為在中國內陸省份很多時候是要靠租地給企業啊 外商開發投資 或是租地給建商蓋樓盤 但大家也知道外商撤資的情況啊 而這些種種原因啊 又讓地方政府啊 少了更多這個稅收來源啊 還有成租租地的收入來源對吧 而又碰上疫情啊 資金鏈斷供 爛尾樓四起 那這些種種更加深了地方政府沒有正常的稅收來源 最後只能靠央行印鈔啊 對吧 以債養債 那最近中共時隔了二十年啊 又想起了要發國債 這次發多少 預計發多少 五十年嗎 發這個讓央行來買 我只能說啊 在歐美國家 很多機構都是獨立運作的 甚至是互相監督的 但是中國很多機構大部分都是左手近右手的 希望各位粉紅啊 一定要相信祖國 知道嗎 未來如果你們可以買國債的話 多買一點一定要多買 如果你們可以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貴州省薪水的狀況 貴州最低月薪啊 分別是1890元 1760元 以及1660元人民幣不等 依據你距離省貴的這個距離啊 來做區分 那平均來說貴州最低月薪啊 就是1770元人民幣 換算就是7788塊台幣 那貴州的最低時薪啊 是19.6 18.3 17.2元人民幣 平均就是最低18.3一個小時 換算就是每小時80塊台幣 那台灣最低月薪是27400塊 時薪最低是183元 但是在台北其實看到很多這種 餐廳或是真人的 至少都貼出200以上 不用再比了 已經夠丟臉了好嗎 這時候小粉紅肯定會不服氣 貴州人口3800多萬耶 台灣多少2350萬 不公平 好 那我們就拿差不多的人口國家大小 來跟你比好了 加拿大人口約3900多萬 比你們還多喔 那加拿大人均是55037元美金 最高樓是553公尺的國家電視台 那加拿大最低時薪啊 最高是16.77元加幣 最少是14.15元加幣 平均來說啊 是15.46元加幣 換算就是365塊台幣 時薪你還要再比嗎 好啦你們這時候肯定還會找借口 加拿大面積太大了 你這樣不公平啊 那我們來拿烏拉圭這個國家來說好了 烏拉圭人口346.7萬 土地面積是176215平方公里 貴州省的面積是176167平方公里 差不多面積大小 而烏拉圭的人均是2795美金 貴州人均是7783美金 即便我們拿貴陽啦 貴陽的人均也才11755美金 你還要比嗎 有時候中國夢在夢裡做就好了 現實呢 我們還是踏實一點好嗎 那影片的最後要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最近一名前中國建設銀行的員工 在抖音上揭露了中國建設銀行 對員工以及離職員工的言論控制 甚至到了刪帖封號 那這個前員工他就表示 他們家的銀行呢 要求員工購買理財產品 底層員工還要貼錢付費上班 導致員工們怨聲載道 於是他就拍了這條影片 但是啊 他這條影片被刪除還有下架了 所以這個其實也可以理解一下 中國為什麼各種銀行都有問題啊 然後有爛尾樓啊 各種各種其實都跟小粉紅吹的 多少都有關係 所以建議小粉紅啊 要看一下 究竟是這些員工啊 是勾結台獨 是境外勢力說謊 侮辱你們偉大建設發展 還是說這才是實際的情況 我們來看 銀行對員工的輿論控制得非常嚴格 甚至是我這個已經離職的員工 有個員工跟我說 姐啊你的視頻我看了 我都不敢評論只能點贊 我害怕被誰借了又是一堆事情 我們的微信抖音都不能發表言論 姨媽行事實就是這樣 每個星期一個節點 每個月充10點 硬性讓我們買 公司發著4000 本來買存款還不夠 也沒有給我們報銷 從省害一把手換了 我們就開始這種嚴重的現象 賣存款的都知道 我們的任務是什麼時候 就給我們加價 我們又不得不買 這亂象肩碗機構不可能不知道吧 主舌一握 基層人員倒貼著錢上班 春天行動之後就沒有休息過 存款基金保險貴金屬各種任務 尤其是那個貴金屬質量真的很堪憂 身邊的親朋好友覺得 我不容易就幫我買一兩個 我真的實在不好意思看他們 我就自己買 素人都不會領情的東西 入行十幾年了 很多人都會說 這麼累 為什麼不辞職 我光考慮自己不行 我有家庭 上有小下有老 在這裡算是體面點的工作了 到事業邊公務員 也已經沒有希望了 只能打碎牙 只能打碎牙 往肚子裡咽 從來不敢跟家人說 我們這裡的現象 目前是顧不到孩子 掙不到錢的日子 以前待遇確實很好 生命的同事關係也不錯 下班都一起吃吃飯 K哥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氛圍 不管是老的少的 都在怨聲載道 真的很心累 同志們姨媽進行 已經對我採取措施了 首先我那個某行 為什麼叫姨媽進行的那個視頻 已經全往下架了 包括那個新聞官媒 轉發我的那條視頻 也被下架 另外姨媽進行行的 已經下達各種措施 很多姨媽進行 都在排查員工的直播帳號 更替我們社交帳號 領導跟下屬說 少看我的視頻 都每一個粉絲跟我投稿說 姐你的影響力太大了 我們好像已經全面下達命令說 不能給你投稿吐槽 其實我們吐槽的目的 不是說想抹黑 或者造成某個銀行的生育風險 因為現在銀行 在社交媒體上的 口碑真的不是太好 我希望我能夠做 這其中的橋樑 但把銀行的痛點 難給收給客戶聽 也希望銀行能夠 健康穩健的發展 而不是讓輿論 永遠站在銀行的對立面 我跟你們說啊 相信我 小粉肯定會在下面說 你看 這個女的 口音不對 不然就是 你看她一直低頭 在看稿 看稿又怎麼樣 她不能自己先寫下來 她要念什麼 然後看著念這樣 比較順 這樣也比較快 不能嗎? 你們聖上再開兩回 在開會 在報告的時候 還不是會寫稿 然後看著念 這又怎麼樣 真能代表什麼 什麼都以為自己撿到這樣 這稿子是她自己寫的 所以呢 很多小粉肯都會這樣 因為他們已經 沒有理由去反對你了 所以他們就從你身上 找任何蛛絲馬去去 去說你造假 你找演員 因為說實在的話 他們中國自己就是這樣 找各種演員擺拍 他們自己也清楚 黨喜歡擺拍 對吧? 所以呢 他們就帶著這種價值觀 去看任何人 所以 你已經出賣自己了 中國就是在擺拍 影片的最後 我們還可以看到 曾經這麼愛國的店家 他店門居然關了 你對得起他們全權之心嗎? 你看 這家店 他打著 拒絕不承認清華歷史的日本人入內 哇 結果後來自己 店面出租 看來啊 現在連中國人 都不得入內了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不要封鎖 我是8小小小的拜 我之前不知道 有个人的機會 我可以追蹤 こと了 有一個人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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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得到 裡面 因此 都不會有看 可以在哪一個人的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